《廣州兩女子被反綁跪地勢眾 引爆輿論》 美國參議員提案禁止中共黨員赴美旅遊 廣東經濟實況 工廠歇菜成為了流行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二十大結束後 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共病毒病例人數激增 11月19日新增本土病例達到24,435例 據湖北省衛健委通報 武漢19日新增本土達到143例 當地已經連續兩天新增病例破百 20號 網上傳出武漢、武昌、江岸、江漢、紅山等區 21日起將全域靜默管理5天 民眾為此出門搶菜 還有很多人連夜開車逃離 武漢又要封城的消息盛傳 不過官方對封城消息目前沒有任何回應 與此同時 北京市最近兩天的單日新增本土病例 也接連創下了當地自10月27日再度暴疫以來的新高 而且還出現了死亡病例 據官方11月20日通報 19日北京新增本土病例591例 其中1例死亡 20日再新增516例 根據通報 死者為男性87歲 11月11日出現肝殼症狀 11月13日診斷 11月19日病情惡化死亡 20日 北京增死亡1例衝上熱搜榜 同時 北京朝陽區六里屯村 昌平區八仙莊村 白廟村等地被封控 日前在廣州 有兩名女子因為與防疫人員發生爭執 竟被反綁 下跪示眾 相關圖像在網上瘋傳 人們質問 防疫人員怎麼可以隨意綁人 濫用私情 11月17號 網上傳出大量現場視頻與照片 顯示在廣州海州區輪頭村一個小區門口 兩名年輕女子與防疫人員發生口角爭執 過程中 一名女子被身穿防護服的男子摔倒在地 隨後被多人反綁手腳倒在地上 另一名女子則被反綁跪地示眾 因為捆綁的原因 她上身已經有些衣不避體 相關信息在網上迅速傳播 引發熱議 有人說 是因為一名女子沒有戴口罩 並辱罵防疫人員 所以才被綁 但更多人質疑 即便如此 防疫人員難道就有權隨意將人捆綁示眾 非法拘禁? 她說白大褂 全力比警察都大 不論這兩個女子是有意還是無意 還是氣氛 你白大褂沒有執法權的 你可以叫警察 你怎麼能把人家綁起來示住呢? 這個事情不在於女孩沒戴口罩 也不在於女孩當時是不是因為事情急壓闖關了 或者說她對工作人員的態度是不是不好了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一些小問題 重要的就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就是說 這個事情的重點是中共就不應該把人們封鎖起來 時事評論員惠胡宇表示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目前的武漢病毒對人們的傷害 與普通流感病毒已經差不多 這個時候 中共卻非要把人封起來 有推特網友表示 不是執法人員 只是工作人員 官威也很大嘛 對兩個弱女子也五花大榜 人權就是個笑話 也有人嘲諷 看文革歷史資料 就這樣啊 一幫沒任何執法權的人 可以隨便拘押殴打 關押另一部分人 甚至要拿掉人的性命 會呼籲表示 中共利用縱容這些人胡作非為 激起民憤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這起事件只是因為被拍了下來 才得以被曝光 受到關注 18號 疑似當事女子在微博發文說 當天是去取外賣 因同行的朋友口罩丟失 與相關人員發生衝突 目前對方已道歉 廣州市公安局海珠區分局同一天發布的通報 則隸屬兩名女子言行不當 最後輕描淡寫說 雙方經教育後達成諒解 網上流傳的一份 來自廣州官方12345熱線的回應 也是大部分在渲染女子言行不妥 結尾聲稱 相關工作人員認識到處置失當 捆綁行為是個錯誤 上級對其進行談話教育 大陸知名媒體人鄧飛在微博上披露 疑似廣州白雲區又有一名女子被社區保安反撿雙手絆倒 被塑料紮帶反綁 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相關視頻和圖片都被審查刪除 鄧飛憤怒質問廣州當局 你不解決防控人員私刑犯罪問題 不保護市民合法利益 卻拼命刪文刪圖 還有法治嗎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盧比奧 今日與多位共和黨人推出一項法案 禁止發放旅遊簽證給所有的中共黨員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馬可·盧比奧 日前與多位共和黨人推出一項法案 禁止發放旅遊簽證給中共黨員 盧比奧辦公室11月18號發布的一份書面聲明表示 這項法案是為了遏止中國公民加入共產黨 並進一步限制中共在美國的間諜和宣傳活動 聲明表示 不限制中國公民申請其他簽證 包括外交簽證、學生簽證、體育及藝術人士和投資簽證等 盧比奧說 在中共努力成為全世界唯一強國的計畫中 它試圖削弱和破壞美國 每個黨員都被要求為中共的這個目標服務 允許中共黨員在美國度假、購物或經商不符合常理 參與這項提案的聯邦參議員凱文·克拉默也表示 每一天 中國共產黨都在傷害美國的利益 參議員李克·斯特克也提到 美國一次又一次看到中共特工竊取智慧財產權 在美國土地上追蹤美國公民 以及滲透到美國關鍵研究機構的可怕案子 共產中國是美國的敵人 它正在尋求全面統治世界 納約職業律師葉寧認為 美國已經注意到中共在國內宣傳的就是要戰勝美國 統治全世界 霸權主義野心非常明顯 旅居澳洲的學者李元華指出 中共在世界上搞戰狼外交 對周圍弱小的國家搞擴張 這都對世界起到了破壞作用 所以 對共產主義危害世界認識比較清醒的議員 才提出了這個法案 這就說明你作為共產黨的一個分子 在自由世界是不受歡迎的 因為你的黨性遏制了你的人性 使得你做出一些不能符合圖實價值的一些事情 因為中共它會要求你服從組織去為它服務 李元華表示 中共黨員會按照黨的要求 去做一些在中共語境中是合清合理的事情 但實際上是在犯罪 16號 首位被引渡到美國受審的中共情報官徐彥均 被判決從事經濟間諜 陰謀盜竊貿易機密等罪行 判處20年監禁 17號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也表示 FBI正在調查一個位於紐約市的 未經授權的中共警察站 而加拿大也正在調查華人商人 支柱中共警察分支機構等活動 李元華指出 中國人有兩面性 人性的一面知道美國好 所以中共黨魁也把自己的女兒送到美國受教育 中共高級官員 大商人也選擇到美國去鍍金 每一屆大佬還有一些反美鬥士都移民美國 而黨性的那一面則是反美 要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 一個安靜的社會 那你就不要加入中共 這樣的話 美國才歡迎這樣的人 葉寧指出 中共遭到全世界的唾棄 從川普時代 美國開始把中共和中國人區分 但一些中國人入黨 完全是為了個人利益 葉寧指出 大紀元發表的《九評共產黨》 對中共的邪惡從實踐到理論 都進行了系統性的揭露 使大量中國人三退 他們從意識形態和靈魂層面與中共劃清了界限 擺脫了邪黨的控制 這具有重大意義 廣東經濟實況 工廠歇菜成為流行詞 今年9月以來 廣東的製造業清工業很反常 往年最忙碌的季節 今年許多民眾早早下班去排隊做核酸 在當地 工廠歇菜成為了流行詞 曾經繁忙的廣東豬三角 今年卻很冷清 一位廣東網友在中國社交平臺上留言說 往年9月10月是工廠最忙的時候 天天晚上加班 週末也不休息 今年這時候 工廠開始歇菜了 昨天放假 今天大掃除 明天還幹點啥呢 往年這個時候 我們工廠還是很忙的 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 而且是接單到手軟的那種 但今年 我是真心疲憊了 很累 像這些平常周轉用的行材 還有五六百 如果大部分作成成品能賣出去 那還好 賣不出去 真的有可能就歇菜了 居住在深圳的市民程先生說 他們廠子現在也沒搬家了 情況很反常 我們廠都沒有搬家 現在那些員工都走了很多了 不去說在深圳在哪裡都一樣 打工的人都是靠家搬的 現在沒有搬家了 那些員那些員都走了 走了好多人 很多人疾從 離開廣州 大陸財經自媒體人彭叔說 今年因為疫情 以及外貌疲軟等原因 部分地區的農民工 已經開始提前返鄉過年了 三個月 兩個月了吧 都沒有什麼活動 非常少 你去沒訂單 可能是人家外國那邊那些都不敢 下那個訂單 因為你真正中國政府這裡 動不動就不給人家省場 經常都做樣的 廣東疫情爆發後 不止廣州 珠三角幾個主要城市 管控也變得嚴厲 東莞除了增設高風險區 還劃定大範圍的臨時管控區 深圳市主城區到處見到水馬和圍欄 還有排隊做核酸的民眾 中共海關總署數據顯示 十月份以美元計價的出口 同比下降0.3% 遠低於經濟學家預測的增長4.5% 進口也下跌 同比下降0.7% 為2020年8月以來首次下跌 十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錄得49.2 較9月下降0.9點 跌破50的融庫線 本來10月份11月份是傳統的旺季 但這個情況看來已經是不服存在 它主要是之前的疫情導致傳球供應鏈的斷裂 所以歐美很多國家他們就擔心庫存不足 而大量下訂單 但現在歐美國家基本上高通脹 高的利息 在壓制經濟的一個過熱 導致華南 華東地區的出口性的 利用消費品跟一般的這樣電器家居可能會減少 40%到50%左右的一個訂單數量 旅美經濟學家黃大衛分析 受到疫情因素 以及美中關係緊張的影響 一些訂單紛紛轉往東南亞國家 最近從事出口行業的業內人士則盛傳 大量出口訂單被取消了 有些利用一些企業大量的向中國訂貨 訂了貨之後就直接的公司 因為用疫情倒閉 其他方式就不付款 就導致了不少的 尤其是以這個華南地區的出口廠都吃了這個虧 就整票的生意就收不了錢 黃大衛認為疫情開始之初 一些企業還滿懷希望 認為可以撐下去 但現在延續了兩三年 大家都有點心灰意冷 目前華南地區出口產業所面臨的困局 應該是2008年以來最差的 加拿大首次動用《信息安全法》 對一名魁北克水電公司的華裔員工提出間諜指控 他被指控向中國發送商業機密 對公司造成損害 11月14號 加拿大其警督查撥杜因公布 警方以間諜罪指控逮捕了華裔男子王躍生 根據加拿大刑法和《信息安全法》 王躍生面臨四項指控 包括獲取商業秘密 未經授權使用計算機 為獲取商業秘密進行欺詐和公職人員違約 魁北克水電公司是加拿大最大的電力公司 也是魁北克省政府的能源供應商 王躍生2016年起任職於魁北克水利發電公司的 運輸電企劃與儲能卓越中心 負責開發用於電動汽車和儲能系統的技術 今年8月 魁北克水電公司向皇家騎警 舉報王躍生的偽靠行為 中国长久以来 一直就动用駭客商业间谍 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去获得加拿大各式各样的技术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沈荣钦指出 信息安全法是加拿大在1985年立法的 2022年才首次动用 一方面说明加拿大终于开始重视信息安全 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修正 我认为这个法律可能也有必要做适度修正 让它更能够反映现在现实的状况 举例子 比如说罚金的部分 它的罚金上限是不得超过2000家元 那到今天如果说是网络安全 这个罚子都已经到千万了 根据蒙特利尔媒体La Press报道 王岳生在与前任论文导师的至少一项研究项目中 提到获得中共千人计划的资助 王岳生之前的论文导师胡永胜 现在是中科海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一 这是一家研发与生产纳离子电池的公司 而王岳生在魁电担任研究员后 继续与中科海纳高管合作 发表有关电池技术的科技文章 在这些论文中 他不提自己与魁北克水电公司的关系 并称自己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 现在美国为首的跟中共所打的是一个 不以冷战为名的新冷战 他强调的是竞争 这个竞争本来是要求公平的 但是中共不可能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也好 加拿大陆也好 澳洲也好 加拿大联邦工业部长商鹏飞对此案也表示 涉及到知识产权 以及围绕电池生态系统的关键供应链 例如围绕微芯片时 我们需要非常警惕 盘的检讨不管是学术机构 或者是外国人的技术合作的时候 都需要有一个更明确的法规 更严格的审核才行 15号 王岳生首次通过视频会议出庭 联邦检察官应担心当事人潜逃 拒绝王岳生当下获得保释 下次聆讯预定在11月18号进行 届时将披露更多证据 下面请看赵培为我们带来的微视频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2022年11月14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开了一次会 主要是商谈双方政治上的底线 这种底线都是国际大事 比如说台湾问题 俄罗斯问题等等 属性上是政治大事 那么经济问题呢 20国峰会期间 另一场会议的重要性 也丝毫不比这次会议差 那就是美国财长耶伦 和中共银行行长易纲的会议 耶伦和易纲谈了两个小时 至于他们谈了什么呢 易纲没有说 但是耶伦透露了一些内容 在会议之前 他就说过 作为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的成果 他可以和中国同行 就中国经济 全球经济 美中两国卫生政策加强对话 耶伦也说 美国并没有寻求让美国公司离开中国 也没有削紧中美贸易活动 但是美国担忧的问题是 电动汽车电池和稀土等等产品 过度依赖中国 美国希望有一个更安全 更有弹性的供应链 会谈之后呢 美国财政部说了 耶伦和易纲讨论了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 包括能源和大宗商品高价和波动 所带来的挑战 并就美国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情景交换了意见 当然了 这里面多数是空话 不过呢 也表明了 拜登和习近平只是谈论了美中关系的大致走向 也就是不会有激烈的对抗 而财长会议呢 讨论了更多细节 那么从双方讨论的内容来看呢 未来中美局势是不会出现中美脱钩 也不会出现中共的闭关锁国 中共会继续为美国提供价格低临的供应链 这种行为就是媒体所说的改革开放了 那么美国获得了临驾的工业产品 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作为交换 美国企业不会撤离大陆 美元会继续流入中国 我们之前讲过啊 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了人民币打跌 国内资产价格也打跌 美国企业资本现在进入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钱在未来是会升值的 从这点上看 拜登和耶伦这次和习近平谈判背后的原因 还是为了美国资本的利益 中共也回应了美国资本的要求 在拜登和习近平会面之前 就放宽了入境标准 将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静康金测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和3天居家金测 取消了入境航班的熔断机制 编写将登基前48小时内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求改为 登基前48小时内一次核酸检验阴性证明 美国资本把中共的这一举动当作利好消息 那么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跌幅缩小 离亚人民币也出现了小幅度回升 与此同时呢 美国10月份CPI数据也出炉了 同比增长7.7% 低于预估值的8.0% 美国资本顺势利用媒体鼓吹 这个通货膨胀高峰已过 可以停止加息了 那么加息停止呢 美元升值也停止 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将来会升值 那么美国财团现在投资中国的这个钱 在未来也会升值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中共真可能会按照西方资本预计的 在明年三四月份重新开放 那么这件事情啊 应该可以让国内的民族主义者 清醒过来了吧 你看中共把自己宣传是和中国中华民族 都捆绑到一块了 鼓动中国人反美 特别是在疫情问题上反美 那么这一扭头 他跟美国政府财团又凑在一块赚钱了 他说好的反美呢 他现在不反了 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是 财团赚了谁的钱呢 中国人的钱啊 三年封城让中国的国内资产大病之 外资这个时候就中国就是掠夺资产 那么从这一系列经济利益来看 中共不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啊 它代表的是外国资本 国内买办资本的利益 你要真爱中国就应该退出这个党 谢谢大家收看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